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飛翰天啊 希望今早早能夠做到八條片 今晚就可以很輕鬆地做完那四條 老實說其實我不是一個 其實我是一個責男來的 我不是喜歡和很多人接觸的 還有如果你問我做網台我喜不喜歡 其實我不是這麼喜歡做網台 是啊 我不是很喜歡做網台 留回會員分享跟大家講 在這裡講習近平 這件事永遠都有後續 當然我說的後續就是 現在普利哥津他叛亂這件事 這樣你說習近平和普京相不相似 某程度相似 大家都是極權的 但是因為體制不一樣 因為普京都要用人民選出來 他可以打擊對手 但是他不是有一個很龐大的機器 或者一個所謂的叫做黨中央 所以很多人會想 會不會出現華格納集團 會不會出現第二個普利哥津呢 在中國的體制未必會發生 因為我都說了 槍指揮黨 並不是黨指揮槍 習近平用了十年 不停地調高 他不是他派系的人 他要把他踢走 解放軍基本上的待遇 是超出了任何的預算 不停地利誘 而實際上 今時今日的解放軍 已經全面掌握在習主席手裡 而更重要的是沒有兩頭馬車 怎會知道兩頭馬車呢 就是你看到普京 普京要拳傾天下 他們用兩頭馬車影響世界 他用華格達團去全球 從事一些骯髒骯髒 包括委內瑞拉、中東、敘利亞 你都會看到華格納集團的身影 他要確保世界的權威和影響力 但是對於習主席不是 習主席需要的是集權 集權的就是放在中國裡面 防中國多於防外面 防人民更大於防外國勢力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無論是武警 即是公檢法系統、維穩系統 甚至解放軍系統 其實即是鐵桶江山 他跟普京不一樣 而習主席 他是不怕兜口兜面做裝活 即是骯髒骯髒的事 你看看他對人民 你真真正正見到普京 雖然有很多傳聞說他會毒殺人 會暗殺人 但是一般來說 你還可以打官司 你還可以某種言論開放 但是中國是沒有 當體系看到你的時候 你就是犯法 你就會消失 甚至不提訊 這就是基本上兩個最大的分別 解放軍會不會有普利哥津 你問一下你的軍頭 即是現在的軍頭 究竟有幾多不是習主席的人 有反對的聲音 看一下有沒有 而更重要的 你都見到現在中國的外交政策 開始轉 即是再沒有以前那麼強悍 當然美國佬 即是一個不死的拜登和布林肯 直接指著我們習主席就是獨裁者 但是這樣又怎樣呢 實際上秦剛也好王毅也好 去應得法 甚至世界各地他們都相對放軟身段 包括李強 李強總理這一次去德法也是 中國正在調整 但是你說普利哥津 會不會這件事影響到習主席 一定會 根據華爾街日報彭博 他們的分析就是說 習近平開始動手 動手的就是修權 對一些所謂的軍頭 有能力的已經開始修權 即是不能夠 權力少少的都不能夠在這些人上 確保到習主席的安全 但是這樣也削弱了解放軍的能力 因為什麼都要由習主席去處理的話 這樣必然反應緩慢 而最重要的當然挑戰習主席未必有這個人 但是習近平這一種安全 這一種不穩定性 他就會不停地打擊解放軍 不單是修緊修權最重要的 只要他一覺你懷疑 你會不會成為第二個叛徒的時候 他就會落手就會對付你 其實之前在軍中清理太子黨紅二代 你就看到那種狠狠 就是明打擊對手是從來不手軟 什麼紅二代什麼官二代 在他心目中根本上就是零 你看到當日胡錦濤被他加出人民大會堂 你就知道了 所以他可以一點面都不給 因為他不跟普京 普京要選 還要擺平各方的勢力 但是中國共產黨這套體系 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 但是問題也是 習主席的不安全不確定性 會令到解放軍 或者各級的官員的權力一再下降 如果是這樣的話 武統台灣或者維穩力量 甚至經濟各方面 都會一路一路走下坡 這件事影響中國可能更加深遠 即是說 你問我 即是這樣講 你問我 究竟中國會不會再重新改革開放 再重新這樣投入民主懷抱 其實這件事已經觸動到習近平的安全 所以在這樣的話 我相信重新的改革開放 或者刺激經濟各樣的措施 都會以習近平安全為名 全面這樣繼續收縮 來得太快 究竟中國會變成怎樣 今晚跟大家講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 大肥安天 需要大家支持 所有的獨裁極權都會遇到同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是生死問題 只要有人挑戰你 沒有政黨輪替 沒有更疊的話 到最後必然就是你死我亡 所以到今時今日 看不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有哪一個獨裁者 或者一個極權的國家 可以延續下去 拜拜